大家好,欢迎收看财经期视频,我是Andy,欢迎John 大家好,我是John 台股今天大跌啊,很多人就在担心说我手上的股票到底该卖吗?还是要续报啊? 大家看一下,我现在台股的盘势其实有在加大当中 那今天已经跌300多点,大家一定会想说,那我们分析师的绩效如何?大家一定会想问 我可以跟大家说,一定很多,不管是投资人还是分析师在这个阶段 一定会有获利回土或是赔钱的状况,这是一定的 所以但是我们要怎么去应对?我也把我的代会员的操作拿出来讲解一下 那我们未来其实就在等一件事情后续来说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前天的简讯是说,看法不变,其实台股在末生段 末生段这个末字呢,其实有可能维持一年到两年 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台股在末生段之后,可能就要马上大跌 那这个末生段不知道会维持多久 那其实我从前天的简讯就跟大家说,其实现在的盘是震荡非常大 大家可以去注意一个点,你是不是只要大盘找上去,马上就被打下来 那原因是什么?因为大盘很高,大家都想干嘛?都想要获利了解 已经在历史高点位置,因为想说还要到一万五两万,我很期待很高 其实不会,基本上现在就是打带跑,有玻璃你就要赶快跑 所以现在造成现在这种情况震荡很大 那今天也出现了一个大大跌,但是我们的动作开始不一样 因为上周跟本周前面是在保守看待,为什么?因为震荡嘛 那我们一直在等待一个时机,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简讯内容 等什么时机,等一点恐慌的味道出来 那所以我们今天就出手一档股票了,那为什么要出手这档股票? 其实大家都知道它的那个营收已经比去年成长一倍了 那今天有一个重点,今天是大跌三百多点 它涨三趴,它是反过来涨三趴的哦 所以很明显是有人在照顾,所以我们也提前去 已经帮大家掌位营收,又确定有人在照顾的话 我们今天也顺势进场这场股票 那我们要说一下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点进场 因为大家知道现在是9月几号?9月24号吗? 其实9月24号到就9月中到9月底这个阶段呢 是属于一个营收的那个空窗期 什么意思?因为大部分的营收公布都落在10月初 所以在月中到月底这段是空窗期 你说公司多好多好,不会有人去理你 为什么你数字没有出来啊 也不会在这个时候自洁,也不会在这个时候公布营收 所以基本上在这个时候呢,大家都会很恐慌 那要等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开头说的那件事情就是营收公布 有利多出来 所以这家公司呢,我们也去调查啦 它的营收应该有机会去成长一倍 就是10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它位置又不高 它营收满载,我们确定订单到明年了 那个营收公布又成长100% 你说这是不是相对安全的标的 然后今天又杀出一个恐慌的味道来 所以我觉得投资了 你现在股票到底要该留还是该停损 我觉得是看你后续在公司的营收 有没有大幅成长的状况 如果它后续,你已经知道它下个月的营收 会成长很大的话,留着 如果不会的话,你买在很高 停损 就这两个步骤 所以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多的Q4影域爆发的各部报告 其实可以到我的Telegram来领取这个新的 新写出来的 这份报告是有那个法说会 有去拜访产业,去拜访公司 然后写出来的产业双新报告 大家可以去拿回家研究一下 是,感谢Joan的分享 小小最及时的财经消息 一定要加入Joan的Line Ads和Telegram 财经及时通,我们下次见,拜拜 谢谢大家